中文字幕——YK 很坚决 还有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 慢动作现在右边路的传宗球很坚决 现在国家队能看出新的尝试 不管是杨旭还是韩鹏 甚至高林在中间的时候 咱们能够从边路传宗要坚决 公主老先看一下这个球 这个球再看 这个球好就好的就是孙可呀 他先拨了一下球 推中路的 变过守宗圆强点 能发点1比0 中国队隆线 不错的一个开局 首先中国队呢 开始的把自己的士气打下 打出来了 在又在中现场 敢于控球快速的配合 包括刚才这边路的传宗 虽然这个点不是很好的 这个公门的这个点 露过来以后 孙可的那种勤奋强点 在近距离获得一个点击的机会 正直呢也是发的很稳健 对中国队的 今天孙可的 调进去 同桥 漂亮 漂亮 十八分钟的时候 真好 所以咱们现在呢 能够从后场发起的进攻 从中路有序的向前推进 边中有效的结合 再看传终点 三个人 这个点给的真好 好像是任航传的 是吧 任航 对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呢 俱乐部支援队员 支援熟悉 在国家队 能够形成 这个有效的在位置上 相互支援更多联系 这是孙可 跟任航来自于江户顺天 两个队员的熟悉 这个球可贵就可贵在啊 就是居然我们三个人 有几个球员 夹在放张中 打吧 这球 王大蕾啊 王大蕾在上下半时 各有一次 再从我们看一下 是无份脑袋撞住了吧 诶 能看到就是不调 还真是不信 哎 球进了 比赛今天的81分钟的时候 比赛今天的81分钟的时候 巴拉圆圆圆圆圆圆 看两个人 在准备了 对二点球 也就两点球 看明显两个人没有跟上